滾滾洪水快速流过 但仔细一看这里居然不是河川 而是住宅区道路 已经淹成了一片汪洋 日本关东地区受到低气压影响 下起了超级大豪雨 千叶县等地在仅仅半天内 累计雨量就高达将近300毫米 是平常当地一整个月的雨量 让很多住宅都泡在水中 千叶县一所幼稚园 就因为附近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 变成了一座孤岛 幼稚园内64名孩童籍老师 鼓励无援 好在消防队紧急出动 将全部人平安救出 千叶县因为豪雨灾情惨重 有人因为土石流丧命 有人骑脚踏车时被大水冲走淹死 甚至还有人在开车的时候 被淹死在车中 另外许多人因为交通中断回不了家 只得待在避难所或车站内 无助地等待洪水退去 强台哈吉辈才刚重创日本 瞒目疮痍尚未复原 超强豪雨又再次来袭 让日本民众无奈地表示 希望天气赶快变好 记者沈元辉报导